去診好不容易熬過了七天的隔離 狀況逐漸好轉 結果過了一個月又不幸二度感染 一名女子5月9號去診完成隔離和治療 不料6月13號因為身體不舒服掛急診 PCR採檢又是陽性 CT值很低只有13 醫師研判她是二次去診 會有隔離書 但她無法填寫自主回報系統 打1922和地方衛生局 卻都求助武門 到底二度感染怎麼定義 指揮中心12號下午召開專家會議討論 專家出判三個月內有症狀 除非能夠證明是不同病毒株 不然只能算是復發而非二度感染 但目前採取快篩陽經過醫師診斷就算確診 也就是專家小組們得要討論現行的食物面 和二次感染的定義如何搭上 那並不是說一到三個月內出現相關的一些症狀 就算是二次感染 這個裡頭還有一些PCR的結果 或者甚至要定序的結果 或者是說第一次是PCR 可是第二次是快篩等等 這些各種的排列組合都要列進考慮 臨床上還是有很多的證據可以去 只是新還是舊感染的 包括說第二次有明確的接觸史 第二次的時候 它不同 完全不同的一個症狀 這些都可以輔助說去判斷 它是一個原本感染的復發 還是一個新感染 醫師也提醒 不論是二度感染 還是復發 只要是快篩陽性 表示有一定的病毒量 建議還是自主隔離 別因為症狀輕微 就有輕乎潛藏的危機 華人新聞台北綜合報導